底下这一句追逐俗生 追是追踪 为俗生之处古报追随 相识不识 随其夜阴感得善无之报 这个追随 报有两种 这是因为夜有粘住 有饮夜有满夜 饮夜是 饮到你到哪一道投身 这个就是什么呢 善无业了 无界是人 引导你到人天去受损 如果是受卧呢 卧业呢 引导你到三窝道去偷寸 这是一件事 满夜了 是你这一生当中 你所修的六度万恨 六度里我举一条 像不识 你喜欢才不识 那个才就追着你 就是说 你命里都有才 无论你在哪一道 你物质 受用 不会缺乏 法不识 是聪明智慧 物质出身 也有聪明智慧 无微不识 得到你是健康长寿 无论在哪一道 这个福追着你 你一定会得到 所以这叫佛报 出身到的佛报 我们平常最容易看到的 宠物 那人一样的宠物 有佛报啊 那一家人都伺候他 都喜欢他 他真的是想他的福报 还有 有的处人很聪明 真懂的人的意思 他能察言观世 那是什么 那是过去他的法布时 他有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你看三种福报 他的有 莫轨道也有 莫轨道有富有悔 轨道里面去做鬼王 在轨道里头有地位 像城隍 一般的城隍 现实隍 都城隍 那就是像神隍一样的 上面还有总都城隍 他管辖的范围很大 有 管好多个神 还有管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如果是小的国家 他管好多个国家 所以他们有级别的 佛报不一样 所以人修福 功德是容易丢掉 佛报不会丢掉 无论你到哪一道 你有福 多到地区道 也有福 地区道有福报的 受苦轻一点 他总是要受苦 比别人轻一点 那么有福报的时候 受得苦一点 确实 苦报不一样 这是 古报追随 相从不实 随其一阴 感得 善无之报 这是讲六道理 道路不同者 家乡俗里 作善 天堂古 道路 你到天道去了 天堂古步 也带着 走我的呢 地区去了 你看 道山 建树 也带着 他在那等你 这些 统统是 善无国 而且 全都是自然的 地区里头 道山 建树 没有人设计 也没有人建造 地区是 化身的 从哪里变化的 是从你夜报 自己变化 自己去受 就像做梦 做我梦 的人 无闻念度 但念头不是 暗门 他做我 在梦中 受惊惚 折磨 醒来之后 一场梦 那个梦 有没有人设计 没有 有没有人 在建造 没有 天堂 是这样的 地狱 也是这样的 遇见天里面 只有最下面 四王天 涛利天 有一点像人家 别人念佛宝达 望上去 空举天 夜魔以上 全是化身 世间有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 愿力 功德之所成就 愿 必须要把愿做到 真做到 那就叫功德 愿力 功德成就 六道里面这些事情 是善无 力量的成就 善的力量 我的力量 自然成就 也没有人设计 也没有人失控 自然成就 这因果归 深处 寻殊 我们人死了之后 到哪一道 过足过的路 每个人也许 不相同 故连终分手 今成永别 这是真的 这个道理 不能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